由财政部所举办的109年度统一发票杯路跑活动 将在8月30号在墾丁国家森林游乐区登场 让民众在假日期间不只能锻炼身体还能做公益 台湾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许多户外活动也纷纷恢复举办 今年已经迈入第11年的统一发票杯路跑活动 首场预定2020年8月30号在墾丁森林游乐区开跑 7月22号先在屏东市的林务局大楼举行记者会 财政部南区国税局长卢真秀 赵峰金控副总经理林瑞云 一同主持开跑仪式为路跑活动揭开序幕 我们知道这是后疫情时代 那我们第一次选在屏东 也是我们11年以来第一次选在屏东国境自然来办理 我们的路跑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行销我们屏东 这个墾丁国家生理游乐区 这个这么美好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活动呢除了我们募集发票 然后同仁也会来参加 很多同仁或者是我们的客户 也都会来主动来报名参加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活动呢 除了既健康也公益的一个活动 这次统一发票杯路跑活动 分为10公里竞赛组跟2公里休闲组 目前已经开放网络报名 名额各有3000名 报名费只要100元 记者会活动还请来法国跑者吉雷米站台 还有活泼可爱的吉祥物跟热舞社表演 现场气氛热情洋溢 主办单位表示8月30号活动当天 还提供1000个免费参加名额 给捐赠三张109年7、8月份 统一发票的民众 也开放墾丁森林游乐区免门票入园 跑完全程可以领取玩跑礼品之外 还可以参加摸彩 有机会获得大奖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响应捐发票做公益 一起跑出活力健康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刘文轩屏东报导 赞,订阅屏东报导 就把这些表示 然后 它开始 在你面前